佛山武师 宁郎武师最著名的要算佛山 早在五百多年前 佛山具有了专门生产狮头的作坊 光艺精巧,色彩艳丽 那七彩的文师气宇鲜昂 那铁角的武师威严雄壮 都制作得像活狮子一样 那么武师是怎么盛行起来的呢? 有个传说 传说在明朝初年 佛山地方出现了一头独角怪兽 它宽口长须 还有一只很大的眼睛 不时发出连连的叫声 大家就叫它连兽 那头连兽每年春节前后 就在佛山郊区出现 见人就咬,见猪就吃 吃饱之后还在田里打滚 把周围的田地搞得乌烟瘴气 那家伙还非常凶猛 一头大刘骨也剁不过它 刀砍不弱,枪打不中 真是一头神兽 这可苦了当地的乡民 他们对神兽没有办法 只好到祖庙去求神保佑 打了七天七夜的平安教 还捐款献粮,仿照那头连兽的模样 用竹棉砸成一个凶猛威严的树头 涂上斑驳的色彩 共在祖庙的大殿里 到了最后一晚 大家累得睁不开眼都去睡了 书场以后只留下一个小道士看堂 小道士也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谁知就在那时 那头凶猛的莲兽来了 他连连叫吼着直奔上大殿 吓得小道士不知怎么才好 他急忙钻到供桌底下躲起来 但又觉得不安全 宁静一怒 干脆把供桌上的假兽头罩在身上 一边直打哆嗦 一时间两只怪兽对阵 一针一甲 真假难分 假兽头上还镶满了 圆圆的小铜镜片 闪闪发光 小道士在里边又不停地抖动着 这可是真的莲兽 也有几分惧怕了 忽然间 叮里啪啦一阵巨响 原来是小道士碰到了身边的锣鼓 这下可把真的莲兽吓坏了 慌慌张张地跑了 当人们闻声出来 揭开小道士身上的假兽头时 他还蹲在那里发抖呢 后来人们就用这个办法 用竹棉扎成许多又像莲兽 又像狮子的兽头 涂上各种颜色 还用铜镜彩球装饰一番 这就是后来佛山出名的工艺狮子头 到春节前后 人们套上兽头 埋伏在四周的田野里 一当莲兽出现 便敲锣打鼓 一起冲出来 把他吓跑 莲兽见到群狮冲来 从此再也不敢到这里来了 为了庆贺这一胜利 以后每年春节 人们都要砸许多的狮头 在庙堂前 在田野上 在广场街道中 翩翩起舞 欲爆吉祥 到了后来 逢道有什么喜庆 就盛行舞狮致贺 这一风俗 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舞狮子的时候 前边还有个睡佛 演的就是那个小道士呢 她的海外 井沛 帝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